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数据显示 今年前6个月 该部门收到100多万名消费者 对于各种诈骗的举报 总共造成近44亿美元损失 商业诈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猖獗 横扫全美各地 从经验和调查来看 这只是冰山一角 为让消费者能洞察到 诈骗行径的蛛丝马迹 保护自己免受财产损失 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 邀请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专家 于9月22日举行简报会 详细分析诈骗者最爱使用的 Vemo、CashApp、Zilla等应用程序 以及礼品卡、银行转账 和加密货币等支付方式 华盛顿特区联邦贸易委员会 营销实践部副主任路易斯·格雷斯曼表示 目前主要的骗局是通过 社交媒体接触诈骗目标 以救急提供工作机会 或者商业投资信息 提供学生贷款等名目实施诈骗 第二种是电话 骚扰电话或者诈骗电话 很多执法部门都在处理这些问题 但防不胜防 在电话诈骗上的损失是巨大的 平均损失为1400美元 而且几乎不可能拿回钱 此外 通过银行转账 电汇 储蓄卡 信用卡 礼品卡和支付应用程序等 也是较为常用的诈骗支付方式 他指出 今年上半年 仅FTC接到的投诉报告 通过银行转账的诈骗款 就高达9.01亿美元 排第一 电汇诈骗1.64亿美元 信用卡诈骗1.23亿美元 礼品卡损失1.09亿美元 储蓄卡损失1.06亿美元 支付应用程序1.02亿美元 他特别提醒 一些骗子会假冒执法人员 并使用威胁恐吓口气 还有的骗子会恭喜你中奖了 但要交税 或者假冒知名公司或政府部门 并要求用虚拟货币来支付 如果出现了这种支付方式的迹象 就一定要谨慎 格雷斯曼建议 可以在手机上安装软件 评密调诈骗电话 敦促人们永远只接那些 知道电话号码的呼叫来电 或认识的人的电话 如果遇到所谓的政府部门 要和真正的相关机构联系确认 联邦贸易委员会 营销实践部律师 索菲亚·西迪基指出 骗子手段变化多端 受害人损失不救的办法 也与资金支付方式有关 相对来说 使用信用卡支付 能够挽回损失的希望最大 用礼品卡或加密货币支付费用 就像用现金一样 很难追回损失 他特别提醒 加密货币方面 并不存在低风险的投资 如果有人承诺可以赚大钱 却不用承担风险 这就是一个警醒的信号 此外 如使用Vembo等应用软件付款 确保应用支付时 收款人是认识信任的人 因为一旦支付 很难追回款项 请记住 如果对方说 必须用电汇 加密货币 礼品卡等付款 民众要提高警觉 请记住